中醫師就要教給大家一些穴道 對,其實我們在熱天 尤其是冷氣房待太久 那事長你容易頭昏腦脹肩背痠痛 口乾舌燥上火了,對吧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我們三個穴道 第一個就是太陽穴 好,太陽穴 對,一般在看一下 我們眼外角的外側凹陷的地方 凹陷的這個地方 對,一般是眼睛的上緣 凹陷的這個地方 那就是這邊有皮下有血管 所以不能太強刺激 輕輕柔柔的 輕輕柔一柔它就好了 拇指或是食指都可以 太陽穴 兩側都可以按壓 哪邊特別痛 偏得痛的患者也是可以常在這邊按壓 第二個叫做風池穴 我們常常介紹風池穴 風灌入的地方 包含感冒啦 包含冷氣 對,常常夏天的時候 這邊很容易頭痛 然後都是痛這個地方 是,就是我們後髮際線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 這頸大肌的外圓 所以這裡自己也按一按 常按壓,對 每天按一按 你會發現你的暑熱感比較少 比較不容易感冒 甚至肩背痛也這樣常按壓也不好 對,因為這條是連著的嘛 有時候這邊如果太緊 然後這邊也不舒服 偷就痛了 是啊 掛完沙之後 把這個穴道按一按 都蠻好的 好,風池 消暑散熱 好,第三個 第三個要驅蝕 在我們手肘外圓 手肘外圓 骨頭的內側 我們手肘彎曲一下 在這骨頭的內側 凹下去 對,這穴道都是凹陷的地方 凹下去的地方 按壓,大概都是五到十分鐘 都酸酸的 有感覺嗎? 有有 有感覺嗎?兩位 有有 超有感覺 哇 有感覺更Q了 這網球肘痛的地方 事實上你這樣按壓 不要太大力 對緩解網球肘也有幫助 這驅蝕卻是拿驅蝕效果更好 拿就是拿捏的意思 把我們的肌肉群提起來 就像剛剛我們看那個小朋友啊 捏脊療法 這樣提捏 是讓力量更省 這三個穴 這樣比較省力 對,這對我們疏散風熱 容易中暑的 容易頭昏腦脹的 容易肩背疼痛的 常對我們的太陽風池跟驅池 來做暗柔提拉 都還不錯的 三個穴道 在夏天的時候可以多按按 好,謝謝羅醫師 不過羅醫師還要交給我們這個茶飲 對不對 對,其實我們熱天到了 容易口乾舌燥 甚至喉嚨會癢殼 容易感冒 那我們今天介紹一個叫 薄荷極梗消暑茶 薄荷聽起來就很消暑 對,舒散風熱 就是讓你比較不會上火火氣大 那薄荷我們就可以新鮮的 或中藥房的 薄荷很香的 我們廚師可以聞看看 好好好 薄荷很讚 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清涼 那一般坊間一些薄荷 一些食物 一般它可能加工太多了 不要沒有那麼天然 所以這中藥好像可以買得到 買得到 乾品 那大概就是三錢五錢當中 那結梗呢 它本身是清淹 紫殼化痰 結梗不是結梗花嗎 對,一樣的 這路邊都有 對吧 它本身就是有 它其實是造術 可以把我們喉嚨的一些 發炎物質代謝掉 那甘草 甘草它也是屬於天然的這個消炎藥 那比較能夠降熱 解渴之類的 然後冰糖 對,那綠茶在熱天喝也蠻好的 它有多分類可以抗氧化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呢 用五百CC到一千CC的水 一天煮一壺 對我們的這個容易消暑散熱啊 容易有口乾舌燥 火氣大 睡眠品質不好的 都蠻有環節的作用 小朋友跟孕婦可以喝嗎 基本上它本身不會太涼啦 它沒有黃蓮 對,都還好 那當然就是我們強調就是說 不要餓肚子的時候喝很多這些涼茶性的 包含青草茶 對,就是說飯後啦 或是說你比較油膩的時候 用來選擇性來服用 散熱茶 謝謝羅醫師